国人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期的美股收盘50一超 今天是纽约时间2014年9月11日 受不佳的失业金数据影响周四美股整体处于下跌趋势 但接近收盘标不败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有小幅回升的状态 黄金价格在接近三个月低位处交投 受列于美联储或将提前加息引发的市场疑虑 以及强势美元带来的影响 接着到收盘为止,我们来看一下三大股指的据点位状况 道琼斯工业指数今日收在17049点 单日跌幅为19.71点 标普500指数今日收在1997.44点 单日增幅为1.75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今日收在4591.81点 单日增幅为5.28点 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宣布 上周首次申请事业救济人数总数升至31.5万 增加1.1万,创6月下旬以来新高 此前接受Market Watch调查的经济学家 平均预计该数字将下降至30.1万 这次统计数据,时间内包括劳工节假期 经济学家预计数据可能因此出现波动 经济数据公布之后,高盛证券将美国第二季度GDP 增速预期从4.2%上调至了4.7% 第三季度维持3.1%不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周四声明称 苏格兰下周如果决定脱离英国 可能导致市场短期内做出负面反应 原因是苏格兰未来的经济政策将存在不确定性 由于苏格兰最大的两家银行 劳埃德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表示声 如果下周公投赞成苏格兰独立 他们将迁往英国 这将造成重大风险影响其融资纳税 以及税务执行费用 板块方面,今天走强的板块 包括消费者非必需品、金融、通信服务 和公共事业板块 能源板块今日领跌 其他走弱的板块还包括了医疗和科技板块 在今天的个股方面 加拿大瑜伽运动福祉老商Lululemon第二财季 盈利4870万美元和美股33美分 超出预计的29美分 营收增长13%至3.907亿美元 同样超出预计 预计第三财季每股收益范围为36至38美分 今日该公司股价上升了约13% 数次同盟公司Digital Alley 今日盘中大涨了约4.6% 公司宣布在即将到来的 国际警察局局长协会会议上 提出对公司产品 FirstVU高清摄像系统引入Bullet Camera的部分 美国信誉最佳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专业连售商 Risio Shack 今日盘中上涨了约6% 该公司目前采用APO商业模式进行企业运作 并宣布正在与竞争对手就战略选择进行高阶段谈判 可能采取的行动包括债务重组与店面整合 GoPro股价近日盘中上涨 由于花旗银行对GoPro第三季度的营收预估 将从2.61亿美元上升至2.97亿美元 花旗银行因此将GoPro目标股价 由42美元提升至70美元 对GoPro近日股价表现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概股周四涨跌互线 其中世纪互联领跌中概股 继昨日盘中下跌创52周新低后 今日股价维持跌势 单日跌幅达20% 美国Trinity研究公司发布报告称 世纪互联股价预计将跌至零点 并指出公司存在财务和运营业绩作假行为 今日世纪互联对Trinity提出指控 称其为恶意表述 微博今日小幅低开后迅速走高 最高涨幅超过18%至25.50美元 创上市以来新高 Ubiquity交易代码 UBIQ转版工作正在有条不文进行中 今日宣布其转版策略将努力达成 一次确定承诺成销发行 或为公司带来至少4000万美元的收入 UBIQ将给予其受限股部分 股东注册权 均有机会参与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将满足UBIQ 普通股升版至NASDAQ的四个条件之一 公司计划使用本次发行的大部分收入 对产品营销和销售进行积极扩张 目前UBIQ运行在下降三角形的整理形态中 并在5.2美元处获得重要支撑 目前已经是奇稳反弹的格局 短期将寻求上延阻力的突破 一旦站稳于5.80美元之上 目标将看线8.0美元 RFM Investments交易代码CTC宣布 旗下子公司上股已开始 在阿里巴巴集团的淘宝网上 进行房源展示 而后者是中国领先的B2C电子上股平台 此外上股还将联手房拍拍展开 在线房地产拍卖 可为买家提供灵活安全可靠的平台 完成理想房源的搜索 此次与阿里旗下淘宝网合作 可谓是公司的巨大里程碑 标志着CTC正在转换 日渐衰落的传统代理模式 而迈入崭新的房地产营销运作模式 在传统业务上寻求新的增长方式 CTC目前正处于上升歇行通道中 并在趋势线支撑上方 拉出锤子K线 是奇稳反弹的走势 借助新的发展模式 CTC将打开上方空间 关注2.0的目标 金黄珠宝交易代码 KGGI高开高走 收盘价1.40美元 上涨8.52% 盘仲股价一度占到了 1.41美元的200天线上 最高涨幅达到了10% 这只被市场低估的优质股调整 即将结束或迎来突破行情 因其市盈率仍然仅为2.23 远远低于所在行业的平均值 同时KGGI仍拥有 差分后价值为7美元的商业地产 这暗示了KGGI股价仍然被低估 前方的不是平静 而是更大的上涨空间 从技术图形来看 KGGI正在形成环柄形态 成销量不仅明显放大 还占上了200天均线 这是牛市信号 一旦突破了1.62美元 将近到2.3美元的目标位 好的 以上就是周四的美股情况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